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有这个荣幸呢 来介绍一位很棒很特别的朋友 他这个艺术家可以说是诗书画三角 他呈写领兰画派 又从领兰画派走出来 那这位艺术家 他这次展览的名称是 《生命的行者》陈志玲艺术创作者 所谓《生命的行者》就我所知 这艺术家他从小呢 他非课班出身 从小是跟着父亲 在八仙桌看着父亲在写这个 王羲之的《行草》 那一路走过来 到他当兵怀的时候 因为太热爱绘画 然后在一个机缘下认识 泰国国宝级的林耀大师 林耀大师见这个年轻人 每天来看他展览盛世感动 那于是转借他给黄磊生 黄老师习画 那黄老师当时是 在二十几年前是台湾首区 一纸的大名家 因为他是年男画派 这个杨栓生的高竹 在台湾就是有赵少郎的高竹 那在台湾就是有欧豪年黄磊生 以及卢清远 那黄磊生黄老师 因为他在北部作习 就是教课的唐树多 就把他转介给他台中的师弟 卢清远卢先生 那我们称他这三位是 现代的岭南三节 那这个陈老师就是在这个 岭南其中二节的教育下 进入了这个绘画更深的领域 当然老师在事后也拜我们台湾 也是在水墨 尤其现在水墨画非常有 独到见解的陈明贤 以及刘正贤两位老师为师 那从这里面学习更多 更宽广的采末的技巧 以及绘画的观念 那我们现在就隆重的来 介绍这位陈志玲陈老师吧 请大家给一点掌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次生命的行者的作者 陈志玲 那这一次帮我出了一本诗集跟画册 这个画册总共收录了 我90首诗以及95作品 那为什么叫生命的行者 因为在我小时候呢 就是小六生初一的时候 我在中央日报的护刊呢 看到了三本书 那三本书对我的影响蛮大的 也就是美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南印鼎的水仔画集 以及美国国宝级水仔画家 河马的水仔画集 以及西洋美术史 我当下呢 就是毅然决然的回去打破我的纯天筒 那去购买了这三本书 那也就是这个机缘呢 种下了我个人的这个小小的艺术的生命 所以今天会因为这个因缘的关系 所以我才起心动力说生命的行者 因为一路走过来 其实人生就是短暂 那人生 即有人生理当实践 实践实为人生美学 也就是风骨 那没有实践 即便是含着金汤词 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实践也等于零 那贫穷的人来实践他的生命呢 也是很有力道的 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行者 适用于这个各位大众 以及各位这个就是说 所有的观众这样子 老师你这次展览的内容有油画 采末雕塑跟书法 那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做一下作品的介绍呢 刚刚讲到生命的行者 就是我曾经在齐白石的印谱里面 看到了一方弦章 叫做吃吃长城细日 那吃吃长城细日 讲的就是要珍惜生命 所以我像这一幅作品 叫做吃吃长城细日 也就是我对于时间的领悟 各位观众这个这件像这件作品呢叫做西之鹅 我认为东方的美学 就是架构在一种思维里面 那这个思维 为什么会做这种创作呢 因为我小时候呢 就是跟着父亲学书法 那对于王羲之也相当的崇拜 那为什么叫西之鹅呢 因为西之鹅本身呢 是一种东方人看物相的一种转换 那这个物相本身呢 会跟我们会互相对话 然后产生出一种更为真切的一种情理 那像唐朝诗人陈昊有一首诗叫做 万物见观皆知的思路风云变态中 我截录这两句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来影射我这件作品的那个意义 那我们从这个西之鹅本身呢 可以进入我们的诗词 以及书法 以及这个书法家跟创作者的一种共鸣 我在创作的时候 本身是用石膏加白胶 然后做一种创作 那我认为这种媒材 做创作的时候 它有它的方便性 也就是说 我取得方便 然后我在塑形的时候 也比较能够得心应手 我所要传达的这个理念呢 基本上西之鹅本身就是一种律动 那可以从我们的传统舞蹈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诗词 以及书法里面呢 来架构我们这个美学观 我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在形上面 或者是在于绘画也好 都是一气呵成 所谓一气呵成就是我在创作这个形的时候 就是在用当下的一种一种当时的氛围 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形 那这个image呢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的美术课本里面有一幅水墨画 那个一个一只东方的鹅 这不是这个不是天鹅 它是一个很东方的一种一种鹅 然后在有水墨画家画它在池塘里面悠游自在的那种情调 那我认为游鹅本身的那个悠游自在 就像我们悠游以美术 游以意一样 就是它非常的就是自在 然后自得 这件作品是2014年所创作的第一件雕塑 也就是我的雕塑本身的处女作 为什么要做雕塑 其实我待会再帮你们介绍我另外一件作品 刚好我们讲到细枝儿 本身就是一种东方的意境跟东方的思维 那这件作品叫《奇都决战之心》 《奇都决战之心》其实也就是我个人就是20几岁的时候 就是有接触到一些佛学的一些观念 那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心本身哈 其实是在我48岁之后我自己做了一个顿悟 我们小时候的课本里面 光透过三灵镜之后产生三种光 那假如有其他的科学家用其他的灵镜 再把这些光再分类的话 我认为它还会有其他的色相产生 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自然课本 那到了这个 那这个空呢 这个光充满着宇宙 充满着虚空 你看的时候好像若无所有 但其实它包罗万象 那这个跟佛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道家本身讲的是无极 无极也就是一种光 它也包罗万象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道家的精神 无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它本身就是跟光 本身是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本身的顿悟就是说 我们的人的心是什么呢 我请教各位观众 人的心是什么呢 当我本身去体悟当的时候 人的心本身来到这个房间 透过这个屏幕 所产生的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也就是心经讲的五蕴 那这个五蕴也就是心的组合组成 那为什么要做齐渡决断之心 因为释迦摩尼佛 他告诉我们就是 释迦摩尼佛本身呢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苦极媚道 也就是我们无量寿经里面 第一页 第一页我们翻开之后 释迦摩尼佛为大众演说的时候 所讲的就是 他所要传达的其实是苦极媚道 就是我们生命本身的本质是苦的 因为有出生就有死亡 来到这个房间 他有出生就会有死亡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去认清他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对于道的理解 然后来把这个苦给消除 其实在我本身 我过去从事二十初头年的 室内设计师的生涯 那我的艺术 几乎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学艺术本身 不是为了要当画家 也不是为了当美术家 他本身就是我平时生活的 一种嗜好也好 或者是一种兴趣也好 他就是我用他来当作 我心灵的滋养跟修为 那我为什么要做雕塑 因为我认为 我必须要把这个雕塑本身 把这个意念本身 留在这个虚空里面 所以我有写一首诗叫做大乐颂 那有别于苏东坡的炼乌胶 其实我从小看到炼乌胶的时候 我觉得说人生好像就是 看到炼乌胶就是好像你争我夺 然后到最后呢 就像一江流水 那就走过了 那我本身就是 看了这首诗之后有感 就是写了另外一首 有别于大乐颂 有别于炼乌胶的大乐颂 我说大乐云念若雄魂千古贤胜风软涌 大江东去浪衰尽虚空有尽亦无穷 群贤攀胜懒霜去 穷石方立一席风 金涛烈千堆雪 乱石蜂云何挂怀 银效古今多少事 一周烟雨笑谈中 故国神有见风谷 山山出立白云中 我们来到这个房间 很多人呢 就是贤胜来的 他本身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实现他的理念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 陈之灵多厉害 可是说我必须要 告诉各位看我的作品的人 了解说人不是活过就没了 他应该就是 活到最后就是大乐云恋若雄魂 然后山山矗立白云中 这是我所要表达 对给这件作品的理念 我的诗其实都不是坐在书桌上写的 也就是说 都是行著作业之间所产生的 对诗的理解是这样子 文章启示下马德 认词风眼心无碍 色域飙心长年破 水波烈焰风目来 这是我所2014年所引诵的一首诗 叫做文采无碍 那为什么说文章启示下马德呢 人生没办法停止 他一辈子就是在时间就像流水一样 速度非常的快速 在吟诗作画或者是任何的意念 本身就像我们骑在马背上一样 现在进行试 所以当我们骑在马背上的时候 我的第三句就是 色域飙心长年破 当我们集起弓箭 我们的目标是远大的 而且是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我们要的目标就是 就是那个飙心 水波烈焰风目来 当我们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朝着这个目标去实践 这个到最后呢 它本身就像那个风吹过水面上 那个涟漪呢 成浪本身就是产生一种优雅的美感 那另外一首叫做春之行 当我们掌握了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要做的事情之后 我个人也有感而发 他引诵了一首叫做春之行 孙礼俊生破运龙 春圆不断四十回 心有灵溪脸成腹 不认秋已愁上眉 这个诗很浅显易懂 我觉得大家看了这个字面 应该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春之行的意义 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叫做奇都决战之云 所谓奇都决战之云 也就是跟奇都决战之星一样 它是一个姐妹作 我在做创作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梳法的演变 也就是说立体文字的一种演变 也加上了一些武道 或者是一些诗歌的一种结合 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技法来完善它 那奇都决战之云 本身你看到它的形象的时候 它本身就像一座山 也像我们中国文字的山 那这里有一朵云 那这个云就像我们的心性一样 看似没有其实是有的 《余光》中有一首诗 它的诗是这么写的 任凭你将窗闭起 将结闭起 亦无能将回忆闭起 风冷冷清清 月蒙蒙隆隆 醒着我的灵魂在起风的夜里 那这个云本身像心 所以我们的心要时时保持的空性 才能够无所挂碍 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当下产生的 那作品里面 其实都是我个人对生命的体悟 那比如说这件作品叫做《日出我的爱》 也就是说 这件作品就是我在四十九岁要进入五十岁的过程中 那我对于真正很 对于生命的一种认知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 我有写一首诗叫《日出我的爱》 末内补光会日出 白时痴痴神细日 我约日出我的爱 只在时光稍重世 所以我这个作品呢 画了一片的红光 那表示春光明灭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些线条呢 就是影射我们的生命 必须要抓住时间去实践它 即有人生理当实践 实践实为人生美学 这是我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 所体悟到的一种精神 也就是我要赋予这件作品 三合大地之美 那我们的生命之美 要怎么契合这个道场 怎么样把它完善把它实践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西字耳 本身是一种形象的转化 当然我个人本身也有我生命的滋养 那石涛话语录里面有一首他的诗 叫做《死无上脱去毛骨》 混沌中晃出光明 尽管笔不笔 墨不墨 自有我在 我在于画这个油画的同时呢 其实也同时 因为我本身是从鼎南派 进入这个绘画这个道场里面 那我也曾经很深入的去研究 中国美术的水墨 那当我在拿着油画笔或是画刀 在画布上刻画的时候 其实也等同我在创作我的水墨画 所谓的中学西用 我所有的作品里面 几乎都是掺杂了中国的底蕴 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书法 诗词以及那个水墨 彩墨 然后到了油画 我认为媒材本身的转化 媒材是媒材 我们中学是 我们的底蕴是我们个人的底蕴 从我们了解这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美术修为之后 从我们内在画出来的 的这个讯号 油画笔在画布上画出来 我认为它是东方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 有些地方是实的 有些地方是虚的 有些地方是静的 有些地方是冻的 那本身里面 它其实它很多符号 代表着很多的一种意义 可以用颜色来做一种 心情上的一种管理 那它本身 看似没有技术 其实它里面 印含着一种色相 一种线条的美学 在那里面 我很难去形容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画 但是本身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 它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由 比如说 像我以前在写书法的时候 或者是在画水梦花的时候 它的韵力是一样的 格律是同 是雷同的 在这边 口感室 为了 声音的 老師為我們講解這麼多他創作的一個理念 那我覺得老師創作總是給人很多很深的這個聯想 比方說在這個碗亭球影裡面其實你看不到亭子的 可是你有沒有感到濃的球影 總是給你很大的這個聯想 包括像旁邊這個作品 你會覺得好像就是走到那種山林裡 然後整個百花開放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陳老師的作品真是相當有意思 乍看好像不是那麼看得懂那麼具象 可是當你細看的時候你越走越深就逛進去了 那像這個你會覺得說 哎呀有這種山蘭飄渺然後有水氣有霧的感覺 很浪漫的一張畫 這張我個人是覺得蠻有特色也非常喜歡 這一張呢我特別的請教老師 它叫雲戰松盤 然後我說老師是在什麼情況畫下這一件作品 老師說其實它是在高山上 然後看到這個山裡有很濃的霧 然後那個老松這樣穿枝出來 他是把那個液晶畫出來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樣的抽象 反而給這個觀者更大的聯想空間 那這個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太愛他的畫了 這真的糟糕可能對 對荷包大師學喔 那這張是向唐朝兩位神致敬 唐朝其實是我們中國詩歌非常鼎盛 不管是在文學藝術文化各方面都是如此的 然後這個是送夢浩然之廣陵 我們看到的是由上府下的一個景 然後船在行走 你會覺得那個人啊 是誰在上面這樣子望著遠處 然後有點依依不捨 然後兩旁的這個樹啊 這個水深啊 還有這個煙花森月的那種花 但是這麼的飄落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件作品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 我也是一個喜歡詩詞的人 有點藝術文化的 所以我對這一個作品 其實是感情也特別的深 那其他這個就是 這也是一個很浪漫的作品 一盡深遠 我覺得這樣的作品 掛在一個很溫柔的空間 它會給你一種寧靜的舒適感 對就看家裡想怎麼布置 我覺得老師這裡有很多不同氛圍的感受性 是可以讓喜歡藝術的朋友 來慢慢一探究竟的 那這張白雲算去 我覺得有一種 看進大山大水以後 領略出的一種人生的感觸 那這樣的人生感觸 每個人當走年紀 尤其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每個階段心情都不一樣 有時候看到的事 你會覺得很美 當慢慢慢慢年紀過50以後 看到山的感覺又不同 尤其是在大山 你爬到大山的頂上 然後看著很多自己其實是多麼的渺小 當我們在山下看山 你會覺得很壯觀 可是到頂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那你覺得其實人生好像就是那麼的短暫 然後現在我覺得社會上是太多人太注重這種所謂的功力 太注重這種所謂的一種名氣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老師的作品裡有一種比較淡然的 比方說佛學的哲思在裡面 像這張我就覺得太有意思了 起飛吧城市起飛 我想我比較少看到創作者是這樣子來為作品好下一個這個註解的 怎麼說呢 其實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用起飛把城市起飛 我當時是很懷疑耶 曾經問過老師說 老師你這個這個起飛吧城市起飛 我們台灣還不夠熱鬧嗎 他說其實齁 我們台灣現在看似熱鬧可是有很多的事情 因為好像太過盡於快速 然後大家都很想 不太需要花很大的體力或者勞力 然後就成功 可是呢在我們 其實我跟老師幾乎是同年齡的 那我們在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年代 大家只要願意做事情 努力做事情是可以溫飽的 可是現在你會覺得說 大家都很想很好做 最好齁 錢都送到家裡來點點電腦 那我們透過網路的快速發展 常常會覺得有太多的人他豎成 那很多人想Copy 可是其實被報導出來的 他常常是第一個 他除了有深厚的才學基礎以外 有時候他更可能是比較幸運的那幾個 或者是頭腦動得比較快的那幾個 就像很多人一窩蜂 比方說做個蛋塔剛開始賺錢 到後來可能是一片島 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感覺有一點受到一個 激勵跟衝擊 而且我覺得說在整個大葉裡 其實有很深的黑 那這個黑會讓我想到 中國的很多墨運在裡面 真的我們從這個老師的作品 這樣一路看一下 剛剛聽他講雕塑 你會覺得說他的作品是非常的 有東方的文學跟哲師的感覺在裡面的 然後甚至有 像剛剛我看雕塑就有很多的舞蹈 因為我以前練過太極 我就覺得很多太極的招式 很多心境在裡面 非常有趣 謝謝 這件乍看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看到的是什麼 這件是陀江硬古城 就像我們剛剛討論到的 老師的作品 他剛開始 不是那麼想要去畫得很細 讓你可以說我在畫什麼 但是當你 你聽到陀江硬古城 你如果有去過那個水邊 去過一些古城 你在看到這個畫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同身受 那至於怎麼感同身受 我覺得我建議觀眾朋友 去看看去走走 我覺得 一探究竟會比我說的還要真實很多 那像這一張 下面這一張 我覺得也是老師作品裡面 一個蠻大氣魄的作品 然後它叫 名字我也特別喜歡 叫畫靜月落東窗紅 當我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其實我的內心很翻腾 很感動 因為其實他講了一個 從事 不管是藝術創作者也好 或者研究者也好的一個 一種對於創作的 研究的那種執著 他從 可能他從前一天晚上 或者前一天下午 他就慢慢的畫畫更早 可是為了要把作品更好 他畫到整個天都亮了 那老師也有為了這個作品 他後來寫了一首叫 《五時懷悅詩》 我看的是相當的感動 因為我會覺得 老師他剛剛在講說 其實他畫畫的時候 他也從來不管在學畫 不管在寫書法 他從來不是自己要當藝術家 是因為熱愛 那我是覺得 這份執著跟真誠很重要 在老師的作品裡面 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樣的生命熱力 而且比較不一樣的是 其實我們常常在看作品 會覺得 這個檔次的作品 幾乎每一張雷同性比較高 那我自己在看的是 他每一件作品 跟每一件作品的情感 跟跳通是比較寬廣一些的 包括視覺的張力 以及那個構圖的行程 但是你終關整個 你會覺得說 心裡會有一種澎湃激樣的感覺 因為他給你太多的心境 有時候是浪漫的 有時候是激樣的 有時候是沉澱的 就像這邊有一張 我覺得是太老師作品裡面 比較抒情的一件作品 那你會覺得好像就是 你可以靜靜的在這個畫的旁邊 或者說在這個氛圍裡面呢 可能 好好的聽個音樂 喝喝的喝個茶 然後思索一下 你今天呢 的一種 心情 一種有 可以省思 其實也許藍色 它在基本上 也是算一個比較沉澱色 那所以我覺得 老師的作品中 給我很多不同的感受 那像這個 遠古流浮 你如果細看 你會覺得這幅畫裡面 有很多中國的文字的感覺在裡面 那很多作品 其實當它不講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從作品去找到一種軌跡 所謂什麼樣的軌跡 你會覺得它在這個作品裡面 有一種傳承在傳承的調性在裡面 那當你在看到老師說 他講的是遠古流浮 其實說真的我們東方的文化精神 一直是世界的重要支流之一 那這樣代代相傳的那種情感性 是不可以切斷的 那我覺得常常看到這樣的作品 或者是這樣的話語 包括智慧也好 就遠古流浮這四個字 你會覺得其實心靈就會進入一種思考 這是我覺得在老師作品裡面 也是一個滿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在後面 這有一個小展區展的是 彩末以及書法的部分 我有跟老師說 老師你這個書法的書題 好像都是我沒有看過的 他說其實他小時候是 從王羲之的行草 在小時候 爸爸迷戀王羲之的行草 然後他開始學習 然後慢慢慢慢他也自學了很多種悲帖 包括古代名叫的幾十種悲帖 所以他後來 他不喜歡做更加一樣的事情 他覺得寫字畫畫是一種有趣的事情 那尤其他認為說在書法方面 他認為說在清代研究中國的文學歷史 因為發現在清明以前 很多書家自己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的感受 或者說是自己有感而發的一種心情 可是後來可能是 是不是經過文化大革命 或者說在一個思考上 在整個大環境裡面 可能沒有那麼的自由跟奔放 那大家不敢說很多自己的心情跟話 所以老師覺得說 其實大家可以把自己所見所聞 那自己寫書法 書法其實你只要寫出來 大家自己覺得好看喜歡 不一定說怎麼背鐵一定要是怎麼樣 其實以前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字 然後字型就是像個性一樣 其實沒有必要說一定 就零鐵零到怎樣 像很多鐵那反而會僵掉 那甚至老師在談到說 過去很多詩詞是怎麼流傳 他就說其實都是怎麼講 都是 就是 朗誦或者是吟唱 所以這次老師呢 他的作品有部分也編成了曲子 那可以讓大家朗朗上口 對 好 那在這個採末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幾乎表的都是 東方的卷軸或者是鏡片 老師個人認為說其實 東方的這個老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 因為你看他外面那個西畫 他的體積非常的大 不管在重量或空間在 在你想要換一件作品的時候 他要更動式比較大費周章的 可是卷軸的很大的作品 你一卷就那麼一小卷 那必於收藏 然後其實 東方 當我們剛剛看到那種西畫的裝表 那現在再來看看這個很純東方式的這個表背 其實都各有風韻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不必因為西畫而西畫 當你回首你會覺得 我們東方有太多太棒的美學了 好 對 那老師在這個作品裡面 你看這件作品 你會覺得其實太幽靜 它非常的幽靜 你會覺得當一個人靜靜的時候 你可以在森林裡 你聽到很多的聲音 也許是一陣輕輕的涼風 從你的耳邊這樣吹過 從你的身上穿過 我蠻喜歡這樣的氛圍跟獨處 我很喜歡一個人這樣獨處 所以我個人也會蠻欣賞這樣的作品 而不是我孤僻 可是我覺得 每個人都應該給自己一些心靈的空間 那這張畫非常的浪漫 何堂廉詞的印象 對 上次我跟老師說 我非常喜歡這一張 它太浪漫了 那老師說 我就問說 他為什麼 就畫那麼一件 應該多畫幾件 因為這間賣掉了 真是嚇手太慢 他說其實 因為他跟他太太 都非常喜歡去看荷塘 因為荷 他不管在春夏秋冬 總給人家不同的意境 他設計是非常明顯 他說這個季節再過 你就看到枯葉跟臉蓬了 那你會看到這種 那感受性是很強 一下是聲音盎然 然後風之卓越 然後慢慢的枯萎 然後到休眠 然後再重新盛開 其實人生真的很短暫 可是在這短暫的人生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美麗的心情 然後一直放在心裡面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對 那像這件也是非常舒心的一個作品 因為覺得夏日農產 其實目前已經進入到了秋天 你到比較溫度沒有那麼高的叢林裡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說 那個從夏天要轉到秋天 那葉子在漸漸變黃的一種 季節的轉換 我覺得老師的作品跟整個大自然 跟生活是非常的貼近的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作品 可是你說漂亮說不出來 你感受不見 沒有感受性的 可是陳老師的作品 在這方面 倒是每一件作品 你都可以細細的欣賞 然後呢 從裡面去得到一種心靈的釋放 接下來這一張 你看這種整個大雨滂沱的這個感覺 那大雨這樣下下來 然後呢 你很多人那麼撐傘 其實也這個傘呢 像我之前到日本 那就非常有趣 你會覺得 花開了滿坑滿谷 雨下下來那個花瓣在下 然後 那邊的人 大家就撐著五顏六色的傘 都形成了另一種風景 我每 我看到這張畫 我就突然想到那個景字 然後你會覺得 有種微涼的 這個霧氣跟水氣在裡面 然後又是那麼的春天 聲音盎然 聲音盎然 然後 非常喜悅的一個作品 雖然她畫的是雨 可是她畫得真快樂 好快樂的一張雨的作品 雨景 對 然後畫面當然非常的浪漫 然後她在整個肢節的結構 沒有那麼的瑣碎 乍看她不是一種 所謂絕美性的作品 可是呢 你卻可以慢慢的 從她的前景到後景 甚至她的質感裡面 她的筆觸裡面 去走到畫裡面 這是我對陳老師一個 覺得很欣賞的地方 可以這麼講 嗯 那像她這一件春潮 春明 你會覺得 當春天百花盛開的時候 水氣也特別的這個充沛 然後在山間 在花間那種瀑布水的聲音 還有水花 像這種水花整個 漸擊到山壁上 然後把一些花瓣 做漸濕的那種感覺 她都表現得相當好 非常澎湃的一件作品 她這邊 右手邊 這一件就 她突然間又陷入一種 比較安靜的思維 你會覺得有 像看到那種所謂 西山行旅圖的一種 沉浸在裡面 她的顏色雖然是非常的繽紛 可是 她的意境卻是非常的靜密 所以我說 老師她的作品 總是給人家很大的 呃 就在情感上是 比較大的轉折跟跳動 尤其 現在看到的這張叫做 城市之愛 這個名字我也超喜歡的 因為我會覺得 曾經有一句話說 給晚歸的人留一盞燈 其實 每個人心裡都需要一盞 光 這個光的力量呢 是一種牽引 但我看到這張城市之愛 你會覺得說 儘管現在社會 大家都覺得說 是比以前那麼多了 但事實上 我們這個 尤其是我們台灣 比較很多的國家 是非常熱忱 而且充滿生氣的 然後所有的很多的 感情各方面 也是比較濃郁的 那我覺得 這個城市之愛 你會覺得 看到那種月光 淡淡的就掛在 呃 天空上 然後照耀的每個人 溫暖著每一個人的心 然後點燃你心裡的那一盞 溫暖的燈 我覺得這個感受是 很美好的 這次陳老師展出的作品呢 在畫冊一共有90件的畫作 包括彩末 書法 雕塑 呃 跟油畫 那 呃 其實它另外還有90首詩詞 我想 在這個秋高氣爽 天氣正好的時候 很歡迎朋友 在9月12號到10月4號 這個東門美術館展覽的期間呢 撥空 一定要撥空喔 來看看 來探訪 這個陳老師 內心 豐沛 浪漫 激昂的這個 藝術世界 然後看他怎麼從 東方的哲詩 文學 藝術 這個舞蹈 然後 產生一種跟藝術的激情跟撞擊 謝謝各位的欣賞